新北幼儿园爆发了群聚事件 延绍到了板桥社区大楼 全栋清空住户住进了检疫所隔离 不中秋假节 他们只能够透过视讯方式跟亲友见面 加上隔离期间外食规定非常严格 亲友想要送月饼都被拘于门外 中秋也没有月饼又没有柚子可以吃 直户连犯人都不如 我们是想去上网栽配 中秋人团圆 但新北幼儿园群聚事件住进检疫所隔离的住户 可就没这么幸运 只能透过冷冰冰的手机荧幕联系亲友 被问到怎么过节 恐怕吃便当三个字 就是他们今年中秋节的写照 也是吃便当吧 虽然我们这边的伙食 是真的是有比其他的检疫所好 那我会觉得是说 为什么外送时间只能够限定在中午的那段时间 母女俩被分配到郊西隔离 过中秋想吃月饼又子 都是难上加难 因为隔离期间外食规定严格 亲友享送餐 只能是规定在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 除了时间短 样样都是严格把关 让江妈妈打退堂鼓 决定今年不过中秋 只希望赶快结束隔离 回到温暖的家 加上如果你是送吃的进来 他又要检查 其实我觉得好像没必要 赶快隔离十四天赶快出去 不过再看看其他隔离住户 据了解有住户朋友 想送月饼却被挡在门外 过节只能吃到医院送的一颗芋头酥 让小孩知乎连犯人都不如 两颗柚子加上芋头酥 这是医院贴心送上的 不过收到的人可是哭笑不得 因为检疫所规定严格 旅馆里根本没有汤匙也没到 柚子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但新北师傅也有话要说 那集中检疫所最主要的 它是为了疫情的防治 那并不是专业的旅宿 依据这个中央对于集中检疫所的 一些规定 送到这个集检所的这个物品 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 这回板桥社区大楼全洞清空 300多名住户 9月8号被迫离家隔离 中秋期间严格的外食管制 意外成为话题 记者见证书周宇采访报道